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在昨天我們跟大家報告到的是說 雖然道雄工業指數前一個晚上是大漲215點做收 可是這邊你不必急 因為接下來10月28號到29號FOMC會議 全球股市會稍微等待觀望一下 但是低檔卻已經拉開連續性的五根 中堂紅K 國際股市這一波的一個震盪回檔也不會太深刻 所以今天大盤劉老師不會花太多的時間跟大家解析 你可以看到因為昨天道雄工業指數的大跌150點 將前指數今天也以小跌17點做收 成交量又收到600億元左右 等一下我們講完大盤之後 因為我認為大盤的一個趨勢性的規劃 應該跟我前幾天跟大家報告的方向走勢 接下來發展應該都已經有十足的掌握了 所以我們今天不會花太多的時間 那反而是假設投資朋友你手上有這幾檔股票 尤其是今天創下歷史新低的TPK 以及手上有3176基亞 這兩檔股票今天盤中都打到跌停板 好 投資朋友我在今年6月的時候我就跟大家報告 那個時間點外資調高TPK的平等到400多塊錢 然後市場有很多的投顧分析師一路較勁 這些分析師都在前幾個交易日現在全部放空了 告訴你說TPK接下來的走勢可能會很慘 我在6月的時候就跟大家報告TPK152塊錢的故事 那所以如果你手上今天手上你有TPK 你有GR的投資朋友 那我線上服務人員都在等著大家 有多少投資朋友想要打電話進來 你儘管打沒有關係 接下來TPK的一個波形GR波形 我會詳細的我都已經交代我的服務人員了 我認為TPKGR是未來是絕對有希望的 讓劉老師來當你的顧問想辦法幫你賺回來 那怎麼做今天會告訴大家這個方法 我們認為是破底之後是原本我6月就預告 由於週限成績上面是335波 它反彈到311塊是一個大稀釋之勢的高點 那破152才有週月日大背零 那那裡很可能是一個全波段轉回生波的買點 所以今天既然破底了我先跟大家報告 我們認為如果以分批進場佈局 今天大概第三筆多單就要買進去佈局了 那至於GGR今天又跌來 跌回來 又跌了八成 從204塊錢跌到只剩下121塊錢 我一直提醒到大家說投資要開大門走大陸 你才能賺一輩子 你不是只要賺這一波要賺一輩子 這兩檔股票我全部在6月份的時候就跟他預告 你要稍微注意賣信已經到了 而且這一個波段回檔很可能有一個 比較大波段的限量擊殺 GGR才短短這一個月的時間又跌掉八成了 針對前面一波反彈的一個幅度 未來還是要股票要有基本面 那這兩檔股票到底怎麼樣看 這是去年在12月份 TPK破了這個大概是160塊錢 可是從1000塊錢跌掉只剩下150塊錢 如果那裡的轉折益成功至少要賺150塊錢到300塊 這裡的轉折益成功 TPK你絕對可以大賺一倍 我們這一檔股票去年10月份破跌的時候 我叫你買是讓你賺一倍 接下來其實你就是把TPK的波形看清楚就好了 好 再來就是說這一次其實非常明顯 從這個結構上面我把TPK 周線層級上面的 對不起 來 周線層級我們把這一段的波形把它看清楚就好了 好 這個不是一個A浪B浪C走1 2 3 4 5波嗎 翟波浪理論裡面走3 3 5的相當集團 是讓你買的還賣的 廖老師有沒有跟大家預告 我為什麼看空TPK你要注意152塊錢會破 因為第二季當所有外資都看好的時刻點 廖老師財報分析我就告訴你 第二季我看到只賺0.8塊錢 實際上面雖然比我們預估的還好一點點 將近是0.9塊錢到1塊錢 當選市場所有投顧分析支的罕見的時間點 廖老師提醒你 這不是3 3 5波的西枝式的反彈 未來有可能再破底嗎 好 那個時間我的會員朋友 因為TPK剛好在這個融資券的一個回補 好 我有一批的會員朋友是去空TPK的這個期貨 後來一個撥亂擊殺到了180塊 我的會員很高興跟我報告說 我說那裡可能要回補了 他說他要把補掉了 很開心的跟他的一個朋友去吃下午茶 好 可是當TPK真的已經殺到180塊錢再往下 好 我認為由我從基本面上面分析 我看到一些機會了也看到一些轉機了 只不過現階段TPK會破底很明顯的就是陷入一個問題 好 籌碼面太凌亂了 那你怎麼樣去掌握到未來TPK成功轉折的一個機會 其實就是把接下來的波形把它看清楚 那廖老師今天線上服務人員以及 我等一下以宏達電為例子 怎麼樣利用這一個轉折的一個位置點 想辦法廖老師認為我幫你再賺150塊 把你的TPK全部賺回來 好 今天線上服務人員等著大家 你手上有TPK 你手上有GIA 你手上有宏達電業的投資朋友 任何股票方面的一個問題 不要在獨自去面對它 帶來找一個專業的團隊 好 我所有的一個利潤根據 當全市場都看壞這一片行情 好 我絕對是有評有據看到說 這一波加權指數 是絕對有進入回升波的機會 而且最少的目標是萬點 好 那現階段就是持股的時候 有操作策略 有一些股票剛好這個位置點 殺到領先加權指數 破了3955的低點 那反而這些匹級的股票 未來將加權指數進入一個 大長線的一個3-5的周線組身段 我反而認為這一批的匹級的股票 有機會太來 甚至於你這個轉折抓對了 有機會加倍奉還 那我認為只是這個執行的交易面 要怎樣交易的問題 好不好 好 所以 包含TPK 好 跟大家報告了 來 第二季只賺0.8塊錢 來 全市場在這裡喊多的時刻點 這幾天一個破線線要擊殺 西五波已經走得非常明顯了 指標是沒有背離的 我認為今天第三筆多單是要開始大買的 那這是基亞 十年南科一場夢 劉老師一直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的投資裡面 我們會找類似像宏達電 TPK 這些大型機優全球市場的龍頭股 好 這是基亞 204塊錢提醒你說 這一波你真的是要賣 那這個是華爾科 股本500億 大家看不起華爾科 可是今年 如果你在20多塊錢 進場佈局華爾科 好 即便這裡一個短波的一個 高檔距一個政大 你到今年為止扎扎實實 你的投報率還是高達六成以上 好 所以我認為 如果你認同劉老師理念的 好 這些股票的一個問題 你來找劉老師 我們先把大盤簡單的交代完齁 來 昨天跟他提到說 這個盤市格局 美國股市其實已經回到這個位置點了 所以我們絕對是有根據看到說 加權指數即便是弱勢反彈 最少的目標都要漲到9000點以上 那只不過昨天 你可以看到價創高 指標有沒有過高 這裡是不是一個台紙期貨 兩天賺150點 你先短賣一趟 好 那這樣子打低下來 不是有再進去進場佈局的機會了嗎 老師 昨天提醒你說 兩天的時間這150點的價差 先把它出清一趟 這是10月17 10月20號找盤都還在加碼 昨天統一加碼單出清一趟 那接下來盤市格局 因為壓力盤你要等待回撤 今天教權指數真的打低下來了 好 那我們就按照我們前幾天規劃的波形 旗鼓旋做算計畫 台紙期貨 我們就抓一個短轉折的價差 賺到尊重壓力 我們就來回做 你這樣壓力也不會太大 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量收到617億 我認為其實市場可能會擔心說 這是不是又是新低量很早 但是 兩天之前小跌8點創新低633億 我告訴大家什麼 連續兩天量價配合 這盤市格局還會再漲 結果昨天是不是大漲110點 盤中受漲94點 好 那既然今天是價跌量縮 昨天是價漲量增 連續四天都是多方量價 這個盤市格局 多頭的反擊波還沒結束 所以我認為經過一兩天一個震大 還會有一波再賺百點 去佈局幾漲百點相當的機會 好 這個買點劉老師幫他掌握到 好不好 好 美國股市已經站回這個位置點了 你可以看到日KD的指標還低兩倍 那倒數三 這個兩三個禮拜 是不是有一點點 讓他做一個更漂亮的三尊頭尖底的形態更好啊 未來漲深的會更有道理 你現在就是想辦法去找 未來會漲三支五波 而三支四波已經落底了 那現在要買什麼股票 好不好 那倒數工業指數如同我們預告 震盪現在要回檔了 那這個是幾漲五浪的結構格局裡面 台子期貨拉開一波五十點的價值 一百五十點的價值差 那第三波通常會漲第一波的1.618倍 這個機會你不要錯過了 買點怎麼盯 那我認為是抓一個區間 怎麼樣去規劃百 而且到10月28、29號有幾天 你要怎麼樣去規劃這個二浪回測的這個波形而已 那看盤重點其實就好 其實前幾天就跟大家報告了 好 那我們台股今天如同這個 美國股市有一個下壓A浪 可是非常抗跌 沒有跌多少點 而且這個KD指標也已經修正到50 修正到一半的一個位階 所以我們認為已經看到美國有一個小A浪起跌 所以選擇權我們小賺先出場一趟 等待那個稀波落底的時候 選擇權我還是會進場好不好 那這一筆我也不算績效 因為小賺一點點而已 但是我們講到了旗鼓權的作戰計畫裡面 台子期貨抓短價差 撥斷選擇權風險少 有賺倍數獲利的一個機會 那同時呢 如果真的要在三大期貨指數裡面 找到一個相對抗跌 那未來有政策力道加持的期貨 告訴我的會員朋友應該要留金融期 來今天大盤有一個比較明顯重挫金融期 從10月17號大跌120點 我們在1050以下布局 到現在為止我們是劉昌沒有出 先當大盤重挫的位置點 金融期貨今天收盤創下整個3天以來波亂新高 這13大點就已經是13000了 這10月17號劉老師告訴大家要大滿位置點 那日線圖呢 已經呈現了一個導狀反轉兩天 把這個缺口守住了 那由於有政策加持 導狀反轉的一個形態 我認為其實 這個策略全部都是劉老師事先跟大家預告的 那尤其金融期 今年有所謂的一個政策加持的一個利多 那獲利又創下了從2007年以來 10倍數相1250大點 所以長線來講金融類股指數 其實還有一個大組身亂向上 那你可以看到最指標性的個股 現在的金融股皇是富邦金 來今年有機會賺到7.23塊錢 現在股價才在48塊3 要不要買 你可以看到 來這個是2881的富邦 2882國泰金 今年所有金融股 包含國泰金 包含了不論是核庫 不論是台慶銀 不論是中印金 不論是玉山金 每一檔金融股 全部破8月的轉折地點 有一檔股票沒有破 那檔股票是誰 金融股的獲利王 叫2881的富邦金 連跌都沒有跌相對強勢喔 所以我認為盤勢格局一指紋 富邦金一定是噴出的啦 那所以關於這個交權指數的每一波轉折 以及接下來盤勢格局 每一波一個轉折脈絡 我想我全部都是事先跟大家分析預告 那有策略了有規劃了 看到的每一波轉折機會 就是你獲利的機會 你越早加入我們團隊的 你越早有辦法去累積到這樣的價差 好吧 那這個就劉老師不再跟大家講了 股票我們買壓回基本面強烈支撐的股票 起貨的部分 台子起貨抓每一波短轉折 那我認為一兩天之內會出現另外一波 賺150點以上的機會 金融期政策說多 原則上波斷我們往這個方向 選擇權 那如果拖一個吸浪 可能會扣時間價值 所以我們小賺先退場 可是這個賺到150點加差 我們可以拿那個沒有風險的一個部分 去搏 選擇權再把它倍數放大 這個即便你是小資金 也有倍數獲利的機會 由劉老師來幫他掌握 好吧 所以上半段時間 把整個趨勢性的方向先交代完 大盤劉老師不再講了 下半段回來我們講宏達定跟TPK 那我認為分析指標已經修正到一半了 兩天之內還會有一波出現 急漲白點轉折低的買點 那一樣我們稍微等一下 可是訊號出現 開盤八把跟這個量價的一個走勢 出現同步轉折多 那個買點到 我絕對會在你掌握 就在這兩天 你可以跟上劉老師的腳步 好吧 我們現在有一個鎖定 11月選舉行情的一個短期會的計畫 以及投資朋友劉老師 現階段針對你手上 如果有這些股票的投資朋友 我們有一個全面光滑的計畫 好 那劉老師為什麼在這個 6月份的時候告訴你說TPK要破底 為什麼5月6號180塊錢的時候 告訴你說宏達定有可能 還有一個吸五波要去交代 好 真正讓你當初去規劃是在115塊 結果真的殺到118 今天大盤弱勢 最近加全指數破底 宏達定相對強勢有稱 我會補一點點亮潮 宏達定就要噴出了 所以尤其在股票方面 這些價值型投資買點已經到的股票 那我說的全面光滑 我會希望一件事情是 好這個下半段回來再跟大家報告 那我會希望是說遊樂20來擔當您的顧問 想辦法幫你的TPK 不論你套牢在哪裡 全部撞回來 我們有一個宏達電跟TPK的資產管理 好這個資產管理的內容 下半段的節目我會詳細跟大家解析 好可是剛好要就休息兩分鐘的時間 你手上有TPK 你手上有宏達電 你手上有吉亞方面 關於後續這波型的規劃 怎麼樣去掌握接下來的行情 我認為這裡是一個加倍奉還的機會 那這個波型你怎麼掌握 想要掌握你資產重新分配機會的投資朋友 電話你就撥通就對了 休息兩分鐘之後再回來 欸 寶貝啊 我們賺點錢你都存在哪 贏啊 而且是我在收存款保險 知道了也不用怕安啦 那你知道存款保險最高保額為新台幣三百萬元了嗎 我知道啊 然後不只是台幣存款啊 還有外幣存款都納入保障了耶 先生 你是不是跟我說這個幹嘛 我是想 想說我們差不多可以結婚了吧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頭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頭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頭顧 固得頭顧 當您投資 當您投資失利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憂 固得頭顧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證照 實名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頭顧 固得頭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來…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的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最記憶 先用記憶 五分鐘 好了 我們現場 那關於手上有這些股票的投資朋友 我想接下來 劉老師幫他去規劃 宏達電影的波形 那我由過去所有投資朋友 帶著宏達電來找我們 我在電視上說 這一波TPK 這一波GR 這一波太陽人從7月份 我在第一個起碟點跟大家預告 不是等到TPK殺到150塊才在關懷 劉老師在7月25 在6月多的時候 開始起碟的時間 就跟大家預告 要關懷在起碟點 關懷大家 等到今天TPK真的破了152元 所以劉老師有時候真的是語重心裁 我認為大家如果真的要有希望 今天我說的關懷 絕對不只是告訴你它波形 我會希望大家認清一件事情 在股票市場裡面投資 你真的要有一個專業的團隊 很負責任的幫你去規劃每一檔股票 這是宏達電 今天收盤在130多塊錢的一個位階 好像有一個因為量不夠 否則它有機會做成一個橫向的三尊底 好 因為量不夠 它有一點點做右傾的向下的一個三尊底 可能未來攀上去應該會有波段向上的行情 可是過去宏達電每一波 從200塊錢到300塊錢 我們操作出了300多塊錢的價差 好 那這一次下殺到140到120 每一個最低點的位置 全所有投資產全部翻空了 劉老師每一個位置點跟大家預告 甚至於以前我都 剛好選在那個時間點去辦演講 你手上有TPK 你手上有GR投資朋友 你應該這樣做 那由我的指令幫你去盯 管控好風險去掌握每一波反擊的機會 好不好 你不要自己去面對它 因為交易動作你絕對 因為每一波反彈的高點到了 你絕對賣不掉的啦 可是你每錯過一個賣點 後面都是千差地遠 TPK這次從300塊錢跌到150塊錢 融資又斷頭兩次了 所以不要騙您自己說 這個你做得出這些動作吧 第二個 不論是宏達電TPK 我們一定是先分析好基本面 才會有波形 那即便你套來在300塊錢 好 劉老師是一路叫你說出清了 那下殺到這個位置點 是8月2號去年的8月2號 142塊錢跌停板 那你這裡要想辦法加碼 佈局一個向上集團的機會 你不要砍在這裡 好 結果勒 兩天之後噴出漲鈴 馬上賣掉 甚至於短線布空 規避一個還有一個向下擴底的風險 從馬面太亂了 結果真的殺到這裡 這個是9月9號 來9月9號的時候又下殺到了 9月9號又下殺貝梨 來到122塊錢跌停板 那這個時候你應該要重壓大買 因為勒 兩天之後再噴出兩根漲鈴板了 再把它賣掉 為什麼要賣勒 因為9月12號賣出去之後 11月17號他又殺了一個波段跌停板 重新又壓回125塊錢附近了 你再把它買回來 好 你如果即便基本多單 有很多投資朋友看著我們買這裡 到現在為止你轟大電還是做到賠錢 為什麼 因為你們這邊都只買一張 要是要大家賣的位置你都只買10張 好 那這個10月17號重新買 後來又噴到11月20號158塊錢全數出金 三天之後還有高點161塊 可是又下殺到211了 好 來 等到2月11號 你再重新把它買回來 我們掛130塊錢試價買 你可以成交在125元附近 好 一開盤就買 後來一路大漲到5月6號 這個180塊 你可以聽到很多的媒體分析 300塊錢叫你大買 破到130塊錢的時候叫你停損 告訴你紅台店不能買不能買不能買 然後它一路漲到180 可是等到180塊錢到了 又要是全市場跟你預告 基本面跟不上來要下殺了 後來如果你把它出清了之後 你是不是可以重新買到這一次破 120塊錢跌停板的位置 那所以 其實接下來TPK 日周月線全部同步大背離的 這個很類似去年12月份的一個位置點 那這是紅台店也是一樣 但是更重要的我們規劃這一套波型 來 這是5月6號紅台店法術會 全市場在喊多的時候 劉老師告訴你說 我們估是還有再破底的機會 好5月6號的時刻點 後來紅台店殺到了118 這是TPK在300塊錢的時候 劉老師跟大家講 我算到只有0.84塊錢 好 這是觸控面板 我在5月的時候告訴我會員朋友說 你要開始去注意這個年增率一路往下 面板相關族群你要開始去曝空 你其實可以去避開TPK的連續跳空跌停板 這個劉老師在過去的解盤波型 在6月份的預告或者是 我們絕對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跨 所以現在唯一的一個問題就是TPK在基本面的一個波型 尤其今天法術會 全市場沒你的焦點已經在TPK 我們已經有全線掌握 我幫你TPK紅台店的資產管理 想辦法幫你加倍奉還 那我們有一個紅台店TPK資產管理 賺到150元才結案內容 手上這方面已經套到持股比較多的觀眾朋友 你可以來找我們 但是空手的投資朋友 我認為如果這兩檔股票有機會 大資金的投資朋友 這兩檔股票的行情你更加不能夠錯過 好不好 所以我們有一個全面關懷紅台店TPK 不是免費的持股診斷 用行動化為獲利的力量 你可以直接向循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我們明天再見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響應全民集電行動 夏日清山 清凉就像汽水 清凉就像微风 简单穿着 冷气调高 留得清山寨 不怕属积销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德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我是李嘉头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家 在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国家 有这种样子的全民保障 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 像是有干净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许多贫穷的国家 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 更别说医疗照顾 请珍惜台湾健保 健保有你真好 我期盼能给孩子安定的未来 我想给家人安定的依靠 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保障自己的生活 只要您符合承保条件 付出少许保费 就可向保险公司投保微型保险 让您及家人获得多一层保障 详情请洽微型保险专线及网址 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心您 台风好雨来时怎么办 不怕不怕 提醒您要准备水 干凉和手电筒哦 记得关门窗贴胶带 堆沙包 随时注意台风好雨动态 大雨来时随时了解淹水讯息 五十六警戒发布时 配合出散避难 或自行前往避难所 如要紧急救援请拨打119 没事请待在家里 注意警戒讯息